这对男女在野外拔萝卜 竟被一群夜跑的人撞见 辛普森一家到海边度假 一群红色的水母飘上岸 小傻瓜忍不住去抚摸 瞬间被遮晕死在海中 派对上所有情侣都成双入队 只有弗兰德还是单身 第二天 一个神秘女子来到店里 对酷似绝命毒事的她一见钟情 约弗兰德共计晚餐 弗兰德迎来人生的第二春 更惊喜的是 对方还是个电影明星 侯墨睡得有多死 虫子进到嘴里都浑然不知 弗兰德向他求助泡妞技巧 侯墨表示 别拿对方当回事就行了 弗兰德表现得泰然自若 弯弯很久没碰到过 这么接地气的男人 弗兰德想牵对方的小手 没想到弯弯比他还急 两人深深的坠入爱河 马基发现弯弯有很多绯闻 跟诸多男明星有染 这时一通陌生电话打来 侯墨直接说出了弗兰德家的地址 弯弯不仅没嫌弃南方有小孩 还觉得终于找到家的感觉 突然门外出现一大群狗仔 一瞬间场面混乱不堪 各路狗仔涌入家中 把现场炮制成精彩的假新闻 弯弯回到片场拍戏 尺度大到要脱衣服 弗兰德找导演理论 弯弯也要求修改剧本 导演勉强妥协了 他很感谢有弗兰德这样的好男人 并准备今晚为他现身 弗兰德激动晚分 必须想想圣经冷静下 他们来到欣甫森家躲避狗仔 突然疯疯冲了进来 他希望跟弯弯复合 可弯弯不喜欢他把洛布时还要戴墨镜 不像弗兰德那样尊重自己 他决定为了这个男人放弃演艺生涯 可不管到哪里 弯弯都是万千瞩目的焦点 今晚镇上将举行派对 保守的弗兰德立即捂住孩子的眼睛 弯弯表示 这在娱乐圈再平常不过了 果然他们成了最亮眼的焦点 弗兰德立即脱掉外套给他 没想到 这更助长了弯弯的性质 侯墨看得腿都软了 美食和美女让他左右为难 晚上的月色异常诱人 两人躲到小树林 弗兰德询问圣经的旨意 突然一阵阴风吹过 他决定遵从内心 和弯弯在野外放飞自我 对方厌倦了其他男明星 但他又暂时不想回家 弯弯感谢弗兰德的好意 激情过后 弗兰德回归到了原本的生活 从此他成为镇上最受欢迎的男人